哈囉各位中國風的魚友跟粉絲們大家好 現在來幫大家介紹一款豪華版的自動餵食器 那為什麼稱作它為豪華版 因為其實我們使用過市面上兩三台自動餵食器 然後下去測試的結果 大部分可能都是24小時投料一次 或者是12小時投料一次 但是這一台藍寶的它可以 一天可以幫你投料4個小時 而且它可以幫你做定時的動作 就是你可以設定時間 然後包括說它一個時間點 它有可以轉個比如說 一個時間點你可以餵兩次 餵兩次就是它可以轉兩圈 甚至說同一個時間它可以轉三圈 下料三次這樣子 那基本上啊 在這邊就是要介紹一下就是自動餵食器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很好用 那有些人覺得不好用 那不好用的原因在哪裡 那可能就是說我們本身 對這一台自動餵食器不了解 所以才會導致說 有些人覺得說自動餵食器它不好用 但是再加上現在啊 比如說像現在的假期長 大家都想要出去玩啊 或者是出國啊 那這段時間的時候 如果沒有人幫你餵魚的話 那自動餵食器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啊 來開始介紹一下自動餵食器的使用教學 那自動餵食器啊 有些人常常會說 比如說像自動餵食器它壞掉 那大部分壞掉的原因 還有就是說收到產品的時候 不能使用的原因 大部分的話可能就是第一個 最也是八成的就是說電池沒有電 因為像它一台啊自動餵食器它裡面通常啊 不管是台灣的還是進口的 它一定會附給你一組電池 那有的可能就是說它的電池 因為它是免費的嘛 第一個它成本比較低啊 第二個可能它有時效上的差異 大部分都是不太建議用它原本裡面送的電池啊 那像我們的話可能就是會去外面 用那個Panasonic的電池 它的效果就比較好 你也不用擔心說到時候你出國的時候沒有電 那裝電池一樣就是打開電池蓋 然後對準它的正負極這樣子 這個操作是蠻簡單的 蓋上去就好了 那接下來它時間歸零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設定現在的時間 按中間的設置鍵 然後三秒之後就可以調現在的時間 那它的計時方式是24小時至的 現在是1.24 然後13小時嘛 下午1點之後然後按設定跳到分這邊 然後再把它調24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的校正時間啊 這樣子 然後第一個 你點下去之後它第一個閃的就是 譬如說你什麼時候要下料一次 那這個通常我們可能會設定 譬如說像早上7點 然後我可能早上7點餵第一次 那因為早上啊雨的新陳代謝 跟它的食慾比較旺盛 然後再把按設定之後它就跳過去了 然後這裡第一個閃爍這邊有個 1234喔一個圖案 1就是位一圈 1就是它可以自己自動繞一圈 2就是它可以繞兩圈 就是7點的時候 那現在是3 所以說7點的時候它可以繞三圈 就是這一個繞三圈這樣子 那通常我會建議就是說繞兩圈就好了啦 然後再按設置 然後現在閃爍第二個正方形的閃爍就是第二組 第二組的餵食時間 那通常我會建議可以 如果你要雨 讓它吃多一點吃飽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餵四組啊 就是三個小時繞一圈這樣子 接下來就把它調成10點 10點 然後一樣到第二格 那就會把它調1 10點的時候再繞一圈 然後到了第三組時間的時候 我就可能一樣是把它弄到下午1點 10加3下午1點 然後一樣設置 然後給它繞一圈這樣子 然後再來也會設定到 如果我要大量餵食的話 大量餵食的話我會這樣設置啦 設置到下午5點 之後我就不餵了啦 5點的時候再一餐啦 沒有設置好 那重新再設置一次 時間 然後7點一餐 10點一餐 然後 13點一餐 下午1點 然後15點 15點再餵一餐 如果超餘的話 如果有超餘的話 會這樣設置 那15點過後就不餵了啦 因為你再餵下去 消化系統消耗不了 絕對消不去 就變成你回家要換水 通常會這樣設置 那如果一般輕鬆養的話 就建議一天餵兩餐就好了 一天餵兩餐 如果輕鬆養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能7點8點餵一餐 然後可能就是說 4點5點的時候再餵一餐就好了 那晚上的時間就不用餵了 就一天餵兩餐啦 如果是玩家醒的 就會建議你一天餵四餐 然後它有一個手動模式 手動模式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 突然我在家 我有時間我想要餵魚 然後我就按一下 按一下它就開始再轉 它就開始轉了 按一下它就開始轉了 很簡單 那下料的量大小多寡 就取決於在它的一個開口這裡 你開越大 它轉移圈掉下去的量越多 如果你要魚少少的 就可能就是用一點點這樣子 把它推過來一點點 孔給它推小一點 它的餵食量就比較少 它的餵食量 它下料的量就比較少 那打開這個填充飼料 就這樣子一拉開就可以打開了 這樣就可以打開 那在這邊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有一些有使用過 自動餵食器 覺得說像飼料會發霉 然後會潮濕 那是因為啊 魚缸旁邊啊 它可能有過濾 它有水在跑 所以它會濕氣會跑上來 所以它容易導致它潮濕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可以啊 可以放個差不多兩個乾燥劑在裡面 然後飼料 飼料放下去 放兩個乾燥劑啊 它比較不容易潮濕 那我們要填裝的時候 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我們等一下裝上去的時候再開 那通常會建議你 下差不多一半就好了 一半就好了 如果魚不多的話 這樣子可以吃了 吃個差不多一兩個禮拜 魚很多的話可能一禮拜就解決了 然後再把它封起來這樣子 這樣子裡面比較不會潮濕 再把它壓起來 然後它這個很簡單 這樣子放下去就好了 那現在啊 我們要開始啊 實際做頭料的測試給大家看 那上面是它的開孔 那譬如說像我們這一缸是合金嘛 我們要了解自己的魚的數量有多少 像我們這一缸裡面就三四十隻 那我們可能就要開大一點 孔就要開大一點 開大一點 那我們先做一個手動的測試給大家看 手動按下去它就會自己繞 現在是復歸原點 再按一下它就開始繞一圈 那我們看它下料的狀況跟搶食的狀況 那像這樣子的量啊 這些量啊 它這一些 這一些日本合金啊 吃一輪的話 就還蠻適合的 蠻適合的 那也會建議大家可以使用我們的 配牙飼料啊 效果很好 那這一個啊 這一個是 有拉條的鋼喔 拉條的鋼它會在比較邊緣那邊 然後這一台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要調整的話 它360度的話 可以依你魚鋼的角度去做調整 那甚至有一些 譬如說比較大鋼的啊 它的拉條不是這種標準的 甚至它拉條在更裡面啊 有些人會擔心說下料下不到啊 那它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它可以把這個拆開 這個是可以拆開的 拆開之後啊 就算你的鋼啊 是不規則形狀啊 你也可以把它黏在上面 譬如說我要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當然也可以 它裡面有一個雙面膠 你就把它黏在這邊 我下料也可以放在這邊 非常的安全 這個是一台非常好用 CP值又高的東西 這台是豪華版的 那我們也是特價只有賣600塊而已 那你在魚缸 或者是魚尺 任何個角度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說你想要 比如說 一天要未到八次 那一次就建議你一次買兩台 這樣子 如果有在超魚的玩家們 以上是這一台 藍寶自動威時器的一個 詳細的介紹